两朝又称大契丹国 是由契丹族建立的王朝 后梁真名二年916年 契丹首领耶律亚宝基称帝建立契丹国 那宝基死后 妻子耶律的光级位 妙号太宗 正是定国号为辽 天险十一年936年后堂发生内乱 其河东节度使石敬堂 以自称儿皇帝 隔让幽云十六周为条件 请求辽太宗出兵攻打后堂 辽太宗出兵当时敬堂灭后堂 契丹获得了幽云十六周 此后辽又趁后进发生寒灾之际 攻占台风灭亡了后进 但其没有在中原建立 其有效统治 纵兵掠夺后引军北返 此后继位的几位皇帝 一直想要经历中原 但中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辽圣宗时 因其即位时 年仅十二岁 故由其生母萧太后主政 萧太后历经屠治 注重农丧 减少赋税 整肃军纪 训练军队 在她统治之下 辽朝国是日益强盛 通合22年1004年 萧太后与圣宗 亲自率军攻打北宋 与宋定立缠冤之盟 双方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关系 辽朝的社会经济 在此期间 给到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 辽圣宗去世后 长子爷律宗 甄集位 即辽姓宗 因姓宗年幼 其生母皇太后设政 重用贪官污吏 并打算改立次子为帝 姓宗得之后 采取果断措施 将太后拘禁起来 辽姓宗在位时 辽朝政治腐败 连年征战 百姓困苦 民不聊生 姓宗曾在九岁时 达应百年之后 传位于弟弟耶律仲元 这是他的儿子 辽道宗即位后 耶律仲元父子公开叛乱 企图夺取地位 后来叛乱 虽然平息了 但辽道宗并未改革图新 而是重用 兼命耶律乙新等人 耶律乙新 为了保全自己的权利 先后设计除掉皇后与皇太子 又欲谋害皇孙 因失败企图 逃到宋朝避难 才被诛杀 辽道宗去世后 皇孙爷律延洗继位 视为天作地 天作地统治时期 辽朝政治黑暗 达到极点 官吏结党营私 相互倾压 经济掉毙 百姓穷困不堪 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 十分尖锐 各族人民掀起 了反抗辽朝黑暗统治的斗争 天静五年 位于契丹东北境内的女真族 因不堪忍受辽朝的掠夺和压迫 在首领完颜阿鼓打的领导 下反抗辽的统治 对辽不断发起攻击 立败辽军 天作地为解决你真的威胁 下令亲征 绿启丹 汉军 号称十余万 以期数月内灭金 但此时辽国内部发生叛乱 耶律当奴 趁天作地亲征 想要改立耶律成为皇帝 在辽上经叛乱 天作地又回军讨叛 叛乱 很快被平定 但却削弱了辽朝的军事力量 此后 渤海人高永昌 也在辽东京发动叛乱 自称大渤海皇帝 占据辽东五十余州 天作地派张林 前往讨伐 张林招募辽东流民 攻打东京城 高永昌向金军求援 金军大举入金 辽军兵败 逃入沈州城 金军入城截掠张林 弃城而逃 金军又杀掉高永昌 趁机占领了辽的东京 和沈州 此后 金军又攻占了辽新州 城 一会等州 也纷纷降金 金军又与辽军大战 于显州吉利山 辽兵大败 天作地在中京 得到金军 一路攻城掠地的消息 不但不做积极部署 还对左右说 如果你真必来 我有日行三百五十里的快忙 又与宋朝为兄弟 下国为救生 都可以去 也能保证一生富贵啊 金军在禁举东京黄龙 战友辽东 掌春两路后 前时与辽一和 要求辽策封金帝 对金称兄 输岁必赢二十五万两 卷二十五万匹 各辽东 掌春两路的与金 辽朝据不称兄 当鼓打碎于天庆 十年一一二零年 亲自率兵攻打辽上京 辽首将投将 天作地逃亡至西京 辽朝至此 已失去了半数领土 而此时辽朝内部 又因皇位继承问题 发生内乱 天作地文妃 所生儿子敖鲁沃 被封为晋王 在朝中处有人望 天作地宠信 的萧凤仙之妹 是天作地的原妃 生秦王定 许王应 萧凤仙将敖鲁 沃在朝关中 很有声望 担心天作地 立其为继承人 而自己的外甥不得立 因此设计陷害敖鲁沃 宝大元年 文妃与其姐妹 辽军统帅 耶律与赌其消事 于军中相会 萧凤仙趁机诬陷 其密谋 御律晋王 天作地刚 经过耶律张罗叛乱 对费律之事 颇为敏感 再加上对文妃平日 李律自归贱 自己以国事 为众心声不满 因此对谋反一事 为作调查 就将文妃赐死 晋王应未参与 免罪 耶律与赌 担心受到牵连 遂率中降金 金太祖 仍命耶律与赌 统领就不 耶律与赌感其信任 遂全力以赴公辽 宝大二年 一二二年 金军公辽中京 天作地处居庸关 耶律与赌 引金军紧追不舍 削奉奸 又向天作地献责道 与赌此来 是为了更立晋王 杀了晋王 约赌自然退兵 天作地 遂次敖鲁卧死 辽军顿时人心患散 纷纷投降金朝 天作地为躲追兵 逃入加山 数月间 与外界不通信息 西王回礼堡 灵牙耶律大师 与汉陈黎楚温等 在燕京拥立天作地 在叔父燕京留守 耶律成为帝 建立北辽 便天作地为湘阴王 辽朝一分为二 在京军的进攻下 北辽内部 翻汉陈两间出现矛盾 以黎楚温 为代表的汉官 主张归赴北宋 弃当官员 则主张投奔天作地 而西王回礼堡 则想成绩自立 耶律春未免赴备受敌 先前是一免遂弊 与宋结好 遭北宋拒绝 又前时请求依附于金 但未等到答复 就病死了 宝大二年年底 京军攻陷燕京 萧氏投奔天作地 天作地将其处死 宝大五年一一二五年 天作地 在逃往西夏的途中 被精兵俘虏 金太宗萧去他的帝号 想其为海兵王 辽国灭亡 此后 天作地幽闷而死 早在宝大三年一一二三年 被金军俘虏的耶律大使 律不分军队 逃归天作地 因与天作地意见不合 遂出走 至中亚楚河流域 建立西辽 西辽和南宋 今并存于中国历史上 时间长达九十四年 直到一二一八年 才被承及斯汗的蒙古国灭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